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這一節天氣 我是蔡子榫 香港今早都下過一些趙雨 在雨量的分佈圖見到 午夜到早上7點 香港很多地方錄得幾毫米的雨量 見到西面地區的雨勢特別大 在屯門和大嶼山的西部都錄得超過10毫米 看回最新的一些雷達影像 可以見到一些趙雨繼續影響著廣東沿岸地區 包括香港附近 預計香港今天 我們都會繼續有幾陣的趙雨 大家記住要留意著天氣的變化 看回早上的時候 由中環望出圍港兩岸 見到天上的雲暫時都比較多一些 不過在大範圍的衛生影像 我們可以見到 雖然香港附近繼續受到一些 跟這些趙雨相關的對流雲層覆蓋著 不過留意到這些雲層和雲層之間 其實都有一些納毀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都可以見到少少的陽光 至於氣溫方面 去到今早的七點多鐘 見到香港各區的氣溫普遍都介乎24至28度之間 我們預計香港今天天氣將會大致多雲 有幾陣趙雨 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會上升到30度 而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 會吹著和緩的北至東北風 展望在明天早上天氣是稍涼 而日間部份時間有陽光 不過要留意在明天較後時間 去到週末期間 我們趙雨就會增多 這一節明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見 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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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明